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修复信用分数 之前有一个视频啊,我跟大家讲了如何提高自己的信用分数 影响自己信用分数的因素呢,有哪些 只要做好这些呢,基本上咱们的信用分数是可以稳步提升的 如果您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还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进行点击查看 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下,如果说您的信用分数因为一些自己的失误已经坏掉了 那么我们怎么弥补 如果说您对此视频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一个赞 因为您的赞好呢,也能帮助我自己频道的成长 在做这期视频之前,我在网上搜集了很多资料 也看了很多YouTube上面的视频 有很多类似这方面的视频 但是有一些说的呢,我自己本身不是很赞同 比如说网上常说的一个因素,如何提高自己的信用分数 如何修复自己的信用分数 应该多用信用卡,多还款,这样子来构建自己的信用历史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因为自己要提高信用分数,还是说修复自己的信用分数 而反而去多使用信用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又掉入另外一个消费陷阱了 信用卡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大家消费的产品 它是绝对无利于自己的财务构建的 如果说仅仅为了去提升信用分数来频繁的使用信用卡 我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 当然信用卡不是说绝对的不用 但是不要因为想要提升信用分数而去强迫自己使用信用卡 那么信用卡的如何使用呢 我觉得还是大家自然一下,您该用的时候您就用 那不该用的时候那就不用 那也有很多人说,因为这个信用卡使用历史也占了这个影响信用分数的百分之三十呢 有几张信用卡根本就不用 然后我想把它停掉,我自己很纠结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纠结 如果说您的信用卡真的不用,又没有年费 那就不用管它,就留着就好了 如果说它有年费,你又不用 那干嘛留着让它收年费啊,就注销掉就好了 因为它这个影响您的信用分数 您是在未来的两三个月或者说三四个月当中马上就能涨回来的 不是说一个永久因素,或者说不是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来谈到你的信用分数不好了,如何来修复呢 那如何修复,您就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您的信用分数不好 那么方法呢,就是您要查看您的信用报告 好,我们来说如何查看信用报告 其实信用报告的查看是免费的 大家记住,大家一定不要花钱去查看自己的信用报告哦 在现在的网上银行,您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都是可以查看您的信用分数的 在那里呢,您应该可以找到信用报告Credit Report 你在那里点击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网站 它是给您免费提供查看信用报告的 而这个查看呢,是一年一次 其实您在修复自己信用分数的话,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 基本上如果说您的信用分数不好,也需要九个月的时间 那么您也不需要是老去查看 我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呢 会放一些免费查看信用报告信用记录的网址 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您信用卡的网上银行 那里可以找到查看您的信用分数 也可以查看信用报告,那里是最方便的 一定不要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就对了 查看了信用报告之后,其实能降低您的信用分数的主要原因呢 就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您有破产,或者说您有破产的历史 第二点呢,就是您的账户超支了,您有一千块钱 结果您花了比一千块钱还多 第三点呢,可能就是您没有足够的信用额度 导致您使用的信用额度永远是您总信用额度的百分之三十或者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也是有影响的 其次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不是信用历史 也不是说您有多少张信用卡 而是您预期还款,这是最主要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条一条来分析 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您的信用分数的 首先第一个,破产了,或者说有破产的历史 将对您影响有七到十年 破产了之后您的信用分数不好 您需要七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消掉这样一个破产的记录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财务状况,不要让自己破产 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发现破产真的是,哎,感觉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啊 来到美国我发现其实在个人使用金钱方面 只要你稍不留神,你就有可能会面临破产 当然我们华裔本身也是比较注意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比的 所以说这一块破产呢,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当中遇到的情况并不多 其次还有一个呢,就是超支了 您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一定不要超支 有的时候您的信用卡额度很低,只有一千块钱 可能现在您一千块钱买个手机都不够 但是这个时候呢,您一定不要硬刷 有的时候它虽然说刷过去了,您如果在第二天之后就还回去,还好 如果说您的这个超支情况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 对您的信用分数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频繁使用你的信用卡 很多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分数,频繁的去使用信用卡 因为频繁的使用信用卡可能就说明你这个人的财务状况不好 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使用信用卡呢? 因为信用卡是借来的钱,你老去借钱老去借钱 那在信用机构那边就可能认为这个人的管钱能力是不是不好啊? 因为他的收入和支出只有不成正比的时候 才可能老去借钱老去 您使用的少没有关系,但是使用的越多反而不好 我觉得如果说您不是必须的要使用信用卡 非要去赚那个积分的话 您一张卡一个月使用一次就够了 因为只要有消费记录就行 当然您一直拿着卡一直不用,对您也是不好的 因为银行它是希望您来借贷,然后它从中可以赚起利润嘛 我基本上秉承的原则就是每张卡我每个月都使用一次 我使用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自己该花多钱我就正常花 那每次在账单日之前,我一定要把信用卡还到它总额度的百分之十以内 在账单上永远只显示我只用了我总信用额度的百分之十 这样子的话,我的信用分数会稳步的提升 当然有的时候您可能花多了,花多了的话可能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其实会让你的信用分数降低 比如说您有一张一万块钱的信用卡,您用了四千块钱 并且在账单上体现他用了四千块钱 那您的使用比例就超过了百分之三十,甚至到了百分之四十 那么这个一定是会影响你信用分数的 那么我的做法在之前的视频也讲过了 我在账单日之前,会先还掉两千块钱,只剩一千块钱 这样我的账单上面就只剩下了一千块钱 那么一千对一万,我只用了百分之十,会提高我的信用分数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申请更多的信用卡 申请更多的信用卡会让你的信用分数短期内下降 如果说您不是疯狂的申请信用卡,这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offer给大家 诶,这张信用卡真的是非常不错,那大家申请 那么如果说您疯狂的申请信用卡,一个人占了七八张八九张信用卡 这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您在申请的时候就会留下一个记录 而这个记录会影响您信用分数二十四个月 也就是说二十四个月之后,您申请一张信用卡的记录 才会从您的信用报告中消失 当然这个只是短暂的,而且申请信用卡对您信用的影响只占了百分之十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特别的看重 想要申请一个信用卡又再纠结信用分数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只要您不是疯狂的申请就好 那么我之前说了大家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然后在账单上不要显示您总额度的百分之十以上 在百分之十以内都会对您的信用分数有很好的提升 在这里呢,大家还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额度 如果说您的信用额度是四万是五万 那么您在使用的时候,您的比例就会相应的提高 这也是有好处的 额度的提升呢,咱们也是自然一点 在消费过程中,在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提升就可以了 不需要为了提升信用额度而专门的去申请信用卡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最能伤害您信用分数的一点 也就是普通人一般如果说信用记录不好的话 一定是出在这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预期还款 我们每个月都有信用卡的账单 基本上您是要在还款日或者还款日之前正常结账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 那么这个忘记了之后对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之前的那个视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一块占了您信用分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但凡您有一次,但凡您有一次预期还款 可能在您的信用报告上就会非常非常的难看 如果说您真的是没有钱的话,没有关系 您给它一个最低还款 只要您有了最低还款,它就不算是预期还款了 但是同样的,您给了最低还款之后 您的信用分数会下降 但是不会下降的很差 但是如果说您连最低还款都不还的话 那你的信用分数就会变得很差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设置好自动还款 我自己不喜欢自动还款 因为自动还款我自己没有感觉 因为我想要让自己体验到那个还信用卡的那种痛感 所以我都是没有设置自动还款的 我是把还款日贴在我自己衣柜的玻璃上 就是我的信用卡有几张,还款日是几号 这样子我每天基本上拿衣服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到我就不会预期还款 如果说您不是像我这样想找虐行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设置自动还款 可以防止您预期还款 因为只要您预期还款 对您的信用分数影响特别大 而且这个影响将会有七年左右 那么如果说您能全额还款 一定要全额还款 因为只有您全额还款 您的信用分数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您只还一个最低还款的话 您的信用分数只会变得很一般 英文里边叫fair 有的时候您在还款的时候是真的您忘了 那这个时候呢您最好跟银行联系一下 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您第一次忘记还款的话 银行是可以原谅你的 那么您在发现了之后及时跟银行联系 并且告诉他们能不能这个不要显示在信用报告上 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我有一次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真的是忘记还款了 然后我就给银行打电话 它是可以把第一次记录给您抹掉的 您预期还款了之后 您三十天之内还一定比您六十天之内还好 您六十天之内还一定比您九十天之内还好 一旦您已经预期还款了 一定一定要尽早的全额还款 如果说您预期还款超过一百五十天会怎么样呢 那么就有了底下这一项拉低您信用分数的另外一项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脱收机构 如果说您的债务预期一百五十天您还是没有还款的话 那么这个债务呢就转到了第三方的债务机构 由第三方的债务机构呢来进行吹债 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 对您的信用报告也会影响高达七年之久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为了保证您的信用分数信用不受到影响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去找一些合理的适当的借口 然后去跟他们谈 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不要报告到信用机构 您尽可能的先去还款 因为你已经预期这么久了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欠款 你还了钱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您在还款了之后 就是您提出一个意义尽可能的去做 如果说您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的话 那没有关系 你只要按时还款了 然后以后慢慢的构建自己的信用记录 你的分数还是会涨起来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情况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仔细查看一下自己的账户明细 尽可能的在里边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然后跟他们联系 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从您的信用记录上消掉 不管说您的预期还款是一百五十天之内 还是说已经到达了一百五十天之后 有托书机构介入了 还是要先把债务还清同时尽可能的跟他们协商 让他们不要汇报到您的信用记录里边 因为一旦汇报上去 这个记录将影响您的信用分数高达七年 好了 这就是破坏我们信用分数的最主要的因素了 破产 你使用超支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预期还款 预期还款超过一百五十天 所以其实如何修复自己的信用分数 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关系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尽可能的按时还款 并且每次全额还款 同时每次在自己的信用账单上面保证自己消费额度 不要超过自己总信用额度的百分之十 如果说您实在是因为近期财务紧张 那么不要超过自己信用额度的百分之三十 因为超过百分之三十了之后 会对您的信用分数也产生不好的影响 如果说您想有一个七百四十分八百分以上的信用分数 那么不要在账单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 另外呢大家基本上在做了这些之后 九个月之后大家的信用记录都会是比较好的 都是七百四十分以上 因为七百四十分以上的信用分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用分数了 很多人说我想要一个到八百以上的信用分数 基本上很难到八百以上 尤其是刚到美国的人 如果说您都做了这些 您想要自己的信用分数到八百分以上呢 这就要看自己的信用历史了 如果说您的信用历史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上 同时您又保持着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注意项目 那么您的信用分数应该是在八百分以上的 如果说您是和我一样 刚来美国不久的五年以内的这些人 那么您能做到信用分数在七百四十分以上 就已经非常的难得了 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会影响信用分数的原因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您的存款有多少 您有没有存款或者说您的资产有上千亿上百亿 都不会影响您的信用分数 第二个就是您的收入 您的收入是每个月一千还是每个月一万 都不会影响您的信用分数 那么第三个和您的信用分数无关呢 就是您给我的视频点赞 是不会影响到您的信用分数的 但是如果说您给我的视频点赞呢 是会影响如也行者在YouTube上面的信用分数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 一定要给我的视频赞好哦 大家结合我之前那个如何提高信用分数的视频 这两个视频的内容结合起来呢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您的信用分数一定会到八百分以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